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节目主持人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敏居正 我们在过去呢 谈了很多两岸呢 或大陆的一些话题 今天呢 我要谈一个比较有情绪性 然后呢 以发生意的题目 就是台湾独立 那么最近这段时间呢 这两三年来 我们可以看到两岸呢 都要大力地批台独 台湾里面泛蓝的朋友呢 狠狠批台独 那么在大陆的官方的传媒也好 或者民间的这个网站也好 或者一般人的言论也好 大家呢 也都在大批台独 而且中共官方呢 还大有利用台独 作为这个对台湾的统战工作的突破口的这种架势 那么不管怎么说呢 台独一直是两岸朋友 非常关切的题目 那么今天我想从一个不是那么情绪性的这个角度 去谈谈这个非常情绪性的话题 谈谈台独 第一个部分我想谈的就是 台独的意涵究竟是什么 然后它是怎么来的 台独如果说到底的话呢 所谓台湾独立 如果说到底 说到最彻底的这个做法 或说法的话 就是台湾最后彻底的跟中国脱离关系 那么这台湾岛跟中国不再有关系 然后台湾上的人呢 也不再是中国人 这是最彻底意义的台独 但是如果说我们追究台独的历史的话 或它的这由来的话 我们发现呢 最早它还不是这样子的 最早的台湾独立呢 应该说是反对日本或是脱离日本 在1894年 1895年 中日甲午战争 中国打了败仗之后 把台湾跟澎湖呢 割让给日本 当时在台湾呢 有一支义兵起来 起来之后呢 要抗拒日本 他们的目的是希望台湾不能离开中国 但举起这意义呢 但是面对外面呢 又有马关条约 国家呢 母国呢 又已经正式把它切出去了 所以当时喊出的这个口号呢 是台独 有这么一支人 那么这个人的想法呢 或这一支人的想法呢 严格说起来不是脱离中国 而是反抗日本 这是最早含义的台独 当然时间非常短 然后力量呢 也非常有限 第二层含义呢 就应该说到达差不多1947年 48年之后了 就是反国民党 在台湾爆发了二二八事变之后呢 在台湾有些人慢慢就产生了 反对国民党的想法 要台湾独立的想法 但是背后还有一个反共的想法 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国民党到达台湾 1945年到达台湾的时候 台湾老百姓心情很复杂 一方面我们这个地方呢 被割出去50年 现在回来了 我心里有那种民族的情怀在那里 酝酿在发酵在期待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 当看见这个国民党的军队 或是国民政府的军队 从基隆从哪边一上岸之后一看呢 他们大失所望 因为他们看惯日本军队 日本是一支比较现代化的军队 它的各种军服军纪要求都很好 国民政府的部队呢 坦白讲一般的这些军纪要求呢 恐怕赶不上日本 但他们毕竟还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 也真正是打了八年的抗战 把日本人打败了这支军队 不过军容好像不那么壮胜 所以当时有很多人记载说 从这个基隆登岸的这些 国民政府的军队呢 台湾老百姓 这个夹道欢迎的时候 一看非常失望 第一 服装非常凌乱 第二呢 整个军容并不壮胜 第三呢 这个很多人捧头垢面 然后枪后面掉的衣服 掉的袜子 掉的鞋子 然后有人背着这个箩筐 有人背着什么这个扁蛋什么 乱七八糟 不像日本军队呢 好像各种服装装备什么弄的清清爽爽 中国人就不这样 所以一看呢 就有点失望了 这第一个感觉 再来呢 就是二二八事变 很多在台湾常年驻人都讲 在台湾呢 过去省级呢 是不厉害的 省级分歧呢 其实很小 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虽然多数从闽南移过来 但还有少部分是从别的省份移过来的 在这个之前 大家相处非常好 但是我们现在看回很多过去的记载 我们可以发现 二二八事件一爆发之后 台湾社会里面的省级差异呢 明显划分开来 本省跟外省的感觉呢 就不太自在 就不太舒服 所以再加上后来 这个国民政府正式牵台之后 进行了我们过去讲的这土地改革运动 这土地改革一来呢 把一些本省级的这些地主打掉了 然后这个征收他们的财产 虽然做了一些补偿 但台湾讲这补偿是比较偏低的 那么这些被征收了土地的这些地主 心里很不舒服 后来就变成了比较早期的台独 那么这个时候台独的意涵呢 是反对国民党的 那么在当国民政府 或者国民党在台湾统治这么几十年下来 一方面呢 他是这个毙了这个大陆的供货来到台湾 二方面呢 他对内的统治呢 需要建立一种正当性 所以他当时的主要论述呢 第一个是反共 反共产 这是他一贯以来的说法 第二到了台湾之后呢 他其实当时老蒋总统也好 或者后来的金国总统也好 他们已经醒悟到说 其实台湾本土的挑战呢 将来恐怕会是一个根本问题 所以很早他们提出了反对台独的口号 这一方面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 另外一方面呢 是一个肯定他统治 或使得自己在台湾统治合法化的这么个口号 所以提出了反台独的这么个说法 那反过来说台独那些人呢 就是针对国民党来的 但是国民党在台湾这么多年统治 各位如果看他的这个党报中央日报 过去几十年来他的头版头条 最近几年不算了啊 过去几十年他的头版头条 他的内容呢 基本上是贯穿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是反共 反共产 第二要点是反台独 而反过来说台独怎么看国民党呢 就是认为你是压迫我们的一批人 所以这个问题呢 台独与否的问题 就变成了反国民党跟不反国民党的 一个在台湾的这么个核心的问题 核心的意涵 但是呢 对于这些台独人士或赞成台独人士来说 他们提出这个台独口号 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当时不很清楚的 就是抗拒共产党跟抗拒共产主义 这个在台湾社会里面 其实一直是一个非常深层的价值 是大家共同能够认同的 你说它是出于这个对共产党的一种认识 而产生的恐惧也好 或是由于国民党的这强行的教育 或灌输所产生结果也好 但至少结论是这样子 大家怕共产党 怕共产主义反共 所以慢慢的呢 台独就变成了抗拒共产主义 或者反共的这么一层意涵 到了现在民进党执政前后呢 这个意涵变得更加明显 当然在李登辉统治的后期呢 已经浮现 那么台独的最后一层意涵呢 是反中国 也就是反那个大陆 反那个文化 反那个传统 跟反那批人 所以呢 我们如果追溯下来的话 那么在台独的意涵呢 大概几层 反对日本 反对国民党 然后反对中共 然后最后反对中国 严格说起来 台独用来反对中国的意涵呢 是很薄弱的一层 不过在台湾社会里面呢 的确有这么一批人 我们等会再说 那么台湾内部 经过了这么多年 他究竟怎么看待台独呢 我们从过去呢 可以很快说一下 我们刚才提到 国民党在统治的时候 国民党在优势统治的时候 他一直把台独呢 视为洪水猛兽 因为他把本地的台湾人 会浮现起来 然后会去挑战他 能够挑战他的口号呢 不太多 一个是民主的口号 一个呢 是台独的口号 民主的口号呢 国民党心里面 可能下意识觉得说 最后呢 我可以走上民主化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台独是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提出台独口号的话 我恐怕很难跟他去相争 除非我能够提出一个 更响亮的一个 不赞成台独口号 比如说中国统一的口号 或是一套论述 所以对国民党来说 下意识呢 他一直不喜欢台独 可以说他讨厌台独 所以过去呢 我们可以看见 在国民党优势统治的时候 一直把台独的口号 想法或推动者呢 视为洪水猛兽 强力的镇压 强力的这个打击 那么采取了很多手法 或者是禁止这方面的言论 或者禁止这方面的活动 但这个事件呢 或这种现象 经过了几十年发展之后呢 出现了根本的变化 使得这个台湾出现 这么根本的变化的原因 没有别的 就是台湾最后的民主化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 市集回眸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明居正 我们接触刚才的题目 为各位谈谈台独问题 我们提到说台湾内部呢 在1980年代后期 当民主化以后 我们对台独的看法呢 不太一样了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刚刚开始呢 大家还不太习惯 但经过了这个多次的这个挣扎 跟多年的发展之后呢 大家慢慢认清楚一个事实 台湾独立 跟谈中国统一样 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范畴 因为毕竟来说呢 它不影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 只要它照着民主政治规矩去玩呢 它有这个权利这么说 那同样的 讲中国统一 也应该有它的市场 有它的权利 也就是回到我们讲说 民主政治的真谛 民主政治我们反复强调 它是对不同意见的容忍跟尊重 那么在一个民主政治底下 或在一个民主社会当中 究竟什么话可以说 什么话不可以说呢 严格说起来 只有两点了 是不可以说的 第一就是超过法律的范畴 去污蔑别人 去毁谤别人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 你的言论呢 直接恨动民主政治的基石 你根本反对 或者煽动的推翻民主政治 除了这两点 在民主政治底下 不被接受之外 其他呢 严格说起来 都是言论自由的范畴 也就是你可以说 我也可以说 我自己觉得言论自由 这范畴理解呢 也是经过一番变化的 那么在多年前呢 我听一些党外的朋友讲 讲一些话呢 实在听不下去 别的我就不说了 我举一个例子 当时台湾正好在进行 这个十项建设 最早被称为十大建设 其中呢 有一项呢 就是南北高速公路 当时我记得这些党外人士 或者反对派人士呢 当然还不是一个反对党 这些反对派人士呢 坚决反对 他说我们不要盖高速公路 花钱花了太多 浪费民纸民膏什么等等 然后搞到大家生活有困难 最重要的 他提出个理由呢 是说 如果我们盖了高速公路 现在花这么多钱不说 花这么多钱呢 二十年之后 谁在用高速公路呢 只有国民党的大官 可以用这个高速公路 然后有钱人的车子 可以在上面跑 我们老百姓呢 是用不到的 现在各位看看 台湾每次周末的时候 或者放长假的时候 高速公路上面塞车不塞车 很多时候塞车 塞什么人的车呢 是国民党的大官呢 是这有钱人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